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整理这个四边形们的对角线 四边形们对角线关系 在我们上一集已经有略略的提到了 首先来看这件事情 平行四边形的话对角线会平分 那我们当初是如何证明出这一点的呢 我们是用这个全等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如果这个 有围层全等三角形的话 你的对角线就会平分 对不对 你的对角线就会平分 那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记住这件事情 对角线 对角线怎么样呢 平分的话 那代表他切割成 有切割出 有切割出全等三角形 所以你脚不确定 比如说 渊行的对角线有没有平分 零行的对角线有没有平分 看看 有没有发生全等三角形 如果你这两个也全等 这两个也全等 他就互相平分 你现在零行也是 这两个全等 这两个全等 他就互相平分 渊行左右有全等 但是上下没有 所以他只有平分这样子而已 这边就没有平分 平分就是会切割出全等三角形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目前学到的所有平行四边形家族的 都是对角线有平分的 所以包括平行四边形 零行长方 举行和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 他们都有对角线评分 那对角线在什么情况下 会来看长方形这里 对角线在某一种情况下会等长 对角线在什么情况下会等长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对角线 应该说对角线不等长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 对角线这一条跟这条有等长的是长方形 没有等长的是零行 那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去看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 因为他们都是平行四边形系的嘛 平行四边形家族的 那所以说今天 如果我这一组零边是 跟 我今天我这里有一组零边 对不对 然后我今天这里我有另外一组零边 都是一局一指 都是一局一指 一组零边是A B B C 一组零边是B C C D 这样子 那我这两组零边 是不是都可以产生一个三角形 我们以矩形的来看的话 它所产生的三角形是 如果我这里是一个矩形 它可以产生一个三角形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三角形是这样子 对不对 它们都有相同的零边 就是一短一长 一短一长 那在矩形的情况下呢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而且事实上怎么样 对 就是全等 所以它们的对角线是等长的 在零形的情况下 我们一样把零形剖成两个三角形 不是剖 而是说把它取出两个像这样的三角形 如果我有一个零形 那你会发现呢 我一样 我取 一个这样子的边 它们不是对边相等吗 对边相等 我取这样子 一条局边 一条直边 这样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看我另外如果我是取这一组 我取出来的是 一条直边 一条局边 这里也有一个三角形 那这两个三角形很明显看起来就不一样 差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学的枢纽定理 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你有两个三角形 你使用的两夹边相同的时候 开大角的那个对过去的边比较大 所以要什么情况下 对角线才会两条 对角线才会一样长 就是当你的这两个边 当你是平行四边形的情况 然后你这一边跟这一边 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 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的时候 你要开一样的角 你开一样的角 你才会对出一样的边长 你如果一个角大 一个角小 那你拉出来的对角线 就会一长 一短 那所以说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对角线等长的情况 在平行四边形家族里面 在平行四边形家族里面是只有长方形 没错啊 可是其实全部而言 不只有长方形 那因为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它灵脚有相等 另外一种四边形 哪一种? 所以说你看 灵脚相等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用这个 绿色的写 用红色的 我们推论灵脚相等的原因 是因为枢纽定理 好 可以吗? 那么 在平行四边形家族里面呢 要符合灵脚相等的就是 只有长方形 巨型的才可以 可以吗?巨型的才可以 为了遍远误会 直接写 直接画巨型 那如果不是平行四边形家族的呢? 从刚刚讲到现在 应该答得出来吧 四边形里面有一种四边形 它的 灵脚也有相等 但是它不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它对角不用相等 所以它的 这两个相等的灵脚 不一定要是直角 那就是 等腰梯形 可以吗? 所以对角线有平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 会切出全等的三角形 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会平分 那对角线会等长的话呢 一定要灵脚相等 根据枢纽定理 一定要灵脚相等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 除了灵脚 当然不是说灵脚相等就可以啦 要有灵脚相等 和一组对边相等 应该这么说 灵脚相等加一组对边相等 这样它就会切出等长的 那于是我们认识到的这些 比较特别的四边形里面 就是 矩形和等腰梯形 所以矩形跟等腰梯形 你看我梯形画两个 这个是没等腰的 这个是有等腰的 等腰梯形的对角线就有等长 不等腰的就没有 那矩形的对角线也有等长 那当然矩形系统里面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也有等长 可以吗 那这是对角线的平分和等长 那关于对角线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什么 对角线有没有互相垂直 如果对角线互相垂直会怎么样 关于对角线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对角线有没有互相垂直 那其实对角线互相垂直有可能发生在各种的这个四边形里面 但是如果垂直加上等分 垂直加上平分 我们前面用平分 我们用平分 如果垂直加上平分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知道 它就中垂线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理所当然就会带出这个所谓的临边等长 所以你看我们所学到这些特殊的四边形里面 会有互相垂直的现象 尤其又带着一组平分的话呢 这个因为它的对角线平分了嘛 所以它的临边就会等长 所以你有看到临边等长的 那它可能对角线就有垂直平分 这样子 对不对 像菱形也是 菱形为临边等长 所以它的对角线其实是互相垂直平分的 可以吗 那正方形 因为它就是菱形的一种 所以它对角线也是互相垂直平分的 然后因为它的对角线它是矩形的一种 所以它对角线本身又等长 所以它的四段对角线被切成这四段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以吗 这样 那我们就稍微整理在这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四边形的各种对角线的情形整理给大家 那你们都可以在讲义上面 或课本上面看到一个表 就是它说对 它就像我们这样子写什么 矩形 平行四边形 菱形 梨形 对角线有没有平分 有没有垂直 那那个表我不带大家做 但是你们可以自己试着做 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让你了解到说为什么 或者说有了这些特性有什么 有什么差 那那个表反正你拉出一个格子自己填一填就可以了 自己试着做做看 当作业来做 对 那不是要去背 不是要去背 而是要去了解到说 如果今天它有垂直评分 那应该灵脚有相等吧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它有一组对边是相等了 然后结果它又这个对角线等长的话 那根据苏纽定理 它的灵脚要相等 所以它要不然是等腰梯形 要不然它是矩形 的话灵脚要互补又要 平行四边形的话 灵脚要互补又要相等 它就会变成是直角的 就会变矩形 那所以灵形就没有 对角线一样长 矩形就有 那其实说实在话 这个你现场画出来一个图 也是可以观察 并不难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 有关这些四边形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终点连线 在之前呢 我们对于这个终点连线 我们有一个作业的上的问题 说是不是所有终 四边形的终点连线 连出来都是平行四边形 那这个答案呢 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随意的四边形 因为一个随意的四边形 你看我画的有过随意 欸 有点像T形 但是不管 就它就是一个随意的四边形 我一定可以拉出对角线 一条 那么当你拿这个终点跟这个终点来连线的时候呢 它就符合三角形两边终点连线 这两点连起来的线会是平行它的 那这两点连起来的线也会是平行它的 所以这两条会平行 而且这两条 怎么样 距离都会刚好 长度都会刚好是它的一半嘛 所以这两条是平行且相等 那同样的 这两条 蓝色的这两条 也会是 都平行于中间这个对角线 而且又会相等 所以任意一个四边形 它的终点连线都是平行四边形 那所以在它是平行四边形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 如果它本身是平行四边形 那它终点连线当然就还是平行四边形的 这没什么特色 如果它是长方形 因为长方形的对角线相等 我们刚才讲过嘛 长方形的对角线相等 所以呢 所以长方形的对角线相等 就会使得它终点连线出来的 这一条跟这一条和这一条跟这一条等长 所以它是一个四边等长的平行四边形 所以长方形的终点连线连出来是菱形 那如果是菱形呢 因为菱形的对角线是垂直的 虽然没有等长但是有垂直 垂直就会使得它的终点连线连出来 这边跟这边和这边跟这边也都是垂直的 所以菱形的终点连线连出来反而是长方形 有点有趣吧 那菱形一样对角线有垂直 所以它连出来也是菱形 等腰梯形呢 等腰梯形这个中垂直 对角线没有垂直嘛 可是等腰梯形的对角线有等长 所以等腰梯形对角线连出来也是菱形 所以说终点连线连出来是什么东西 这个要不要连外背 不需要 你只要掌握它的对角线就好了 如果是任意的一个梯形 如果是任意的一个梯形 那它对角线连出来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罢了 那如果今天这个梯形特别一点 它这里有直角 它的对角线有垂直 那它连出来就会是菱形 可以吗 如果今天是正方形 那不用说 它的对角线既互相垂直又互相 又等长 所以它的终点连线连出来 就会是一个正方形 那这个就是四边形 特殊四边形的终点连线 其实我们只是利用它来怎么样 熟悉前面这里对角线的情况 那互相呼应 不是说变成说这里背一个表 这里又背一个表 所以这张有两个表还要背 而且还会背错 就是互相搞混 不是这样子 然后来看这里有两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有一个菱形边长13 一条对角线是10 求它的面积 另外这里呢 这个 它有矩形 然后 在矩形里面有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么请问这个PS和QR的距离 也就是求这两条线的距离 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两题 好 那在大家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来闲聊一下 这个在之前呢 我们聊过说小朋友可能会 这个 因为想的太少 所以做了一些这个违规的犯法的事情 那 这个讲的好像小朋友都很负面 我们来聊聊正面一点的 那个当志工 当志工当干部 那现在有很多人在检讨啦 就是说当志工如果没有真的有心 要贡献社会的话 其实没有意义 那到底当志工有没有好处呢 我讲的好处不是说加分 而是说对 对于小朋友成为一个 就你知道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到底有没有好处呢 那其实以结论来说我认为还是有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为别人着想 要关爱别人 要为社会付出 但是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去想要贡献社会 不一定要到贡献社会 我们先说这个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感谢他身边的人 感恩 那这个有很多小朋友就会开始感恩了 那有一些人到长大了还不感恩 甚至他可能小时候感恩但是长大反而不感恩 其实你们仔细去留意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现实但是很真实的一面 就是其实人在什么时候去感恩呢 就是自己过得好的时候 自己满意自己 这个过得好不只是物质上很有钱 而是说自己满意自己 自我满足 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罗志祥有一部MV叫这个撑腰 那他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感谢了很多人 比如说他妈妈 比如说这个胡瓜 那他为什么会想要录这部影片 他为什么不在几年前录这部影片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那个时间点录这部影片 那其实呢 其实那个时间点也就是他被肯定 而且自我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一点点成就了 过得也不错 那我能有今天都是这个 要感谢这些人 人就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在这个你过得不好的时候 就算有人对你好 你也没有办法多留意他什么 因为你就缺嘛 你就缺缺了就想要 小朋友有的小朋友 慢慢会觉得说 小朋友为什么不懂得说谢谢 为什么不懂得感恩 因为他只关注到自己要什么 那这个不是说这个小朋友很劣直 而是说如果他年纪还小的时候 因为爸妈在小时候都只是希望小朋友怎么样 饿了要会讲 奶奶要会穿衣服 所以我们也只是要小朋友留意自己缺什么而已 那在长大的过程中 如果他没有慢慢的被引导到要去留意别人 那如果他对自己没有满足 他一直觉得自己缺乏很多东西的话 那他就会不容易留意到别人到底对他给了什么 他只会觉得自己还缺什么 那如果他满足了自己 他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子其实不错了 他很开心 他就会懂得说 那我要感谢大家让我这么开心 自己过得好的人才会懂得去感谢别人 那自己过得好的人才会懂得要去帮助其他过得还不够好的人 所以以这个这样子的观察来说 我们有时候听到那些人力银行的专家就跟你说 有一些人他现在虽然说好像是你的敌人 但是将来你就会发现他是你的副相贵人 即便他现在好像在害你 你怎么样 你将来如果成功了 你满意自己了 仔细想想我现在能有今天 也是因为当初有这些人害我 让我有成长 让我知道检讨自己 他们都是我的一种贵人 那你看就是我说的 到底敢不敢恩别人 到底会不会 别人去这个多做一些什么 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满意自己现状 以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我们可以说你特别的叫学生去 不管是做志工还是去打扫 还是去当干部 去为这个班上贡献 好像都不是这么的有直接逼 说实在话就是如果这些人他现在做了志工 可是他将来过得不好 或者说他将来我们要强调一点 自我满足不一定要得到很多东西 你如果能够让自己的欲望减少 你想要东西少一点 那你其实也可以自我满足 我都跟我学生打比方说 小时候你看那个有熊老师很胖 那这个小时候我跟我姐在家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吃 用到小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 刚开始念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姐如果在家里有什么东西吃 我们都会计较 就是说你把它吃完了我都没吃到 这种事情 那现在我们两个就不太会计较这种事 那为什么呢 那也不是说有熊老师多有钱 所以家里东西吃不完 而是怎么样一方面 这个我自己赚钱 所以我有一定的能力 对我要吃东西我可以买 甚至我每次买东西回来我都会买一份给他 那另外一方面怎么样 我的钱虽然不是赚的非常的多 但是我要的东西也不多 我不吃什么昂贵的比如说松露牛排 之类的 那我自我满足我很容易被这个坊间的平民美食 比如说土拖鱼羹之类的满足 所以你自己很容易满足 你要的少 然后你又得到的不那么少 你能够取得的东西又不那么少的情况下 你自己满足了 你就会不去跟别人计较 我就不会去跟我姐计较说她吃掉了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自己过得不错 你看到有人过得不好 怎么样你就会想要付出 那就是我说的 好像说我们在小时候要学生一定要去做志工 不见得那么有用 因为长大他如果过得不好 或者说他自己要的太多 一直在追求名牌包 你如果说一个月要买一个两万的名牌包 那我也买不起啊 我如果有这种欲望的话 我一定过得不好 那我一定不会感恩 我就觉得自己赚的钱真的有够少 为什么那些有钱都可以买包 我不行 那所以自己得要自己的这个满足才是最重要的 那但是我刚刚讲到就是 难道说我们叫小学生做志工是没有用的吗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有一天他们有这个能力了 可以让自己满足的时候 他要选择让自己满足 他要选择为别人付出 还是他会选择就是再要更多 那所以说在小时候呢 让这个 比如说像我讲这些话 比如说像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 有很多人做坏事只是傻 跟小朋友讲这些话做什么 不是说颁布一个道德条规 你一定要遵守 小朋友就一定会听 不是这样 而是你慢慢的去让小朋友感觉到说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不对的 尽量让自己自我满足 然后尽量让自己 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尽量让自己懂得感谢别人 懂得给别人带来好处 给社会带来好处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这是一个对的方向 那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 他们会向往成为一个 比较好的人 这个服侍的妈妈说完人 那我们讲完人太荒谬了 太强大了 一个比较好的人 所以我有时候讲 跟学生聊一聊 我都会跟他说 我们人活着要追求什么 我们人活着要追求的就是 尽量让自己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处 能活着要追求的就是尽量压抑自己的冲动 尽量让自己懂得自行 那钱赚的多不多 学历高不高 这都是其次 你如果能够 要的比你赚的少 你看像这个陈述菊 为什么他可以做善事 因为他想要成为大善人吗 他想要上天堂 或者是他想要害怕下地狱之类的吗 不是啊 他就是要的少 他要的比他取得的少 所以即便他赚的也比很多人都还要少 他还是可以捐钱 尽量的满足自己 尽量的让自己为别人带来贡献 这是一件好事 那在小时候做志工或者是在小时候这个募捐乐捐 虽然我说了他不代表就能够让你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好人 那但是呢至少在小时候让小朋友知道说 嗯这是对的 遛狗在小朋友面前把那个狗大便捡起来 爱护环境这是对的 才不会说变成长大了他明明有能力 却压根都不会想要去这个感 爱护环境或者是这个对别人好 那这样子当然不好 他问你QS和QR之间的距离 PS和QR之间的距离 那其实是什么啊 那其实就是高嘛 那这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方式做 因为其实他可以用面积来解决啊 对不对所以其实怎么样 3042 80减掉42等于38 中间面积38 绿色的底边呢刚好345 对不对所以高是多少 5分之38 不知道大家能解出来呢 好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 好 问问交叠的面积 这三块被切成了三等份 请问AX这条线会多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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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题我们刚刚正调了 我们把 不小心把它放到太后面去 是不是任何四边形对角 两条对边终点连线都会互相评分 哦 不是 跟我们刚刚那个不一样 来看这里 是不是任何四边形两条的对边终点连线都会互相评分呢 说说看你的论点 OK 好 好 下面这个 求零行面积 求零行面积 好 求A'1 那我们今天跟上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跟上到这里